越侍奉越甘甜 我现在就在甘甜当中 谢谢主 每一个现在 你都愿意与我们同在 每一个现在 你都在睁眼看 侧耳听 请每一个人 内心深处向你的祷告 让我们的每一个侍奉 不是凭着血气 不是凭着仁义 乃是每一个侍奉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言语 每一个心思 都有主 你甘甜的同在 谢谢主 随听孩子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我们来看一首经文 在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 神的话给我们 非常宝贵 也是刚才我们弟兄祷告 同感一灵 都祷告出来了 神使我们有盼望 如果我们 侍奉 或者我们的生活 没有盼望的话 真的 这世代 跟我们从小到大 所看到的各样人事物 包括我自己是一个 很幸福的小孩 因为我有三个姐姐 爱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家 不贫穷 也不是很富有 中等小康 我爸爸以前是军人 后来呢 退伍之后 因为他是空军 就进入了中华航空公司 华航 听起来不错吧 所以我们家 基本上没有让我感觉到 从小有这么的 好像缺乏 因为我爸爸实在是一个 很好的爸爸 很顾家的爸爸 我妈妈呢 更是一个好妈妈 昨天母亲节 我妈妈小时候呢 因为我们家是女儿嘛 所以我妈就不常出门 可是我妈后来呢 她是找了一个工作 当我稍微大一点点 不是那么小baby 婴孩的时候 我妈是去幼稚园 教书 她是姓杜 杜老师 那我呢 从小就在幼稚园里长大 所以我说 我读幼稚园读了四年 然后才去读小学 所以我是 在幼稚园的群体里面 从小就很合群 跟大家跟着妈妈 比别人都小 可是要跟着妈妈 很感谢主 那我那么幸福 可是我当我 慢慢去接触 不同的人的时候 慢慢长大 但是我发现 好像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我这么幸福 我在还没信主之前 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 因为我有一个很 充满爱的家庭 我三个姐姐 因为我最小 所以呢 如果说比较吵闹的 一定是我 会哭哭啼啼的 一定是我 我三个姐姐都很爱护我 我没听到他们吵吵闹闹 都没有 我们家没有这种吵闹的声音 一直到我现在 结婚之后 我生了四个小孩 我真的是 我从以前到现在 我看到我家四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高兴的事 他们大部分在彼此交谈 都是用英文 哎呀就是 哎呀高高兴兴 讲来讲去嘻嘻哈哈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 可是就是嘻嘻哈哈 很高兴 我可以说从来都没有看见过 我家四个小孩 有任何说 嗯 臭着脸 不高兴 生姐姐的气 生哥哥的气 生弟的气 我真的是一点点都没有 讲很诚实的话 我都不知道他们孩子 怎么可以这样 那我只有心里也感谢神 可是我看到邻居 看到别人 看到很多的家庭 不是这样 那我在想 我很特别吗 我没有很特别 我是一个正常人 为什么我们家这么幸福呢 因为有神 我就只能有这个答案 没别的答案 不是说 不是每家都这样 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 好 那我只能说感谢主 我们侍奉神的人 神没有亏待我们 神怜悯我们家的孩子 不会觉得孤单 寂寞 让爸爸妈妈出去 关心别人 他们就在那边 在那边抱怨 没东西吃 不会的 我们家孩子一点都不会 他们有一餐 每一餐完全没关系 去到别人家 大房子 他们也不会羡慕 有好吃的 都跟他们吃得很开心 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我多么盼望 每一家都跟我们家这么幸福 我看到别人 所以我没有嫉妒别人的心 因为我已经比较有点满足了 觉得很好了 那生活中的物质缺乏 不算缺乏 因为我的心灵不缺乏 我家的孩子很乖 也不缺乏 他们自动自发的功课 也不缺乏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 觉得缺乏的感觉 那物质就算不了什么了 因为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多么 当我读到神的话语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 诸般就是包括看得见 看不见的 一切的一切 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家 有些孩子 有些情况 不是像我们这么平安 像我们这么喜乐 像我们这么和谐的话 那么一定会变得更平安 更喜乐 更和谐 那是未来的结果 所以呢 有这个结果 你只有盼望 可是呢 盼望从哪里来 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人生 你知道 在那个世贸大楼 那两座 你可以想象 那天的清晨 在那个两个 世贸大楼的 那个双子 这个里面 都是纽约的精英 高学历 高智商 以及高薪水 他们在清晨 哎呀 要出发的时候 哎呀 妻子拥抱 孩子白白再见 然后呢 就去上班啊 然后呢 他的妻子 如果在人前 也说 我的老公 在那个楼里上班 他的孩子 如果跟同学说 我爸爸 在那个楼里上班 多光彩啊 他们有很多的希望 因为爸爸可以 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赚完钱之后呢 我们家现在房子 只是一个公寓啊 虽然也是一个 蛮高级的公寓 不过我们会换 更大的房子 我们车子呢 现在因为我们才很年轻 所以再接下来 我们可以换 更名牌的车子 然后呢 他的妻子呢 如果爱家 要都有爱呀 可是呢 如果没有姓主的话 你可以知道 他们是很有希望的 因为他们很年轻 很健康 然后呢 也是俊男美女 然后呢 也很会打扮自己 然后也去上班 然后一切的一切 都很好 他们都很有希望 可是呢 那个希望 一下子才 刚出门没多久 就全成了泡影 泡影 就像你吹一个小气泡 好高兴的 好多个小泡泡 一下子就崩 没有了 一下子就 没有了 那个叫做泡影 所以人间有很多的希望 想做这个 想做那个 圣经上也说 哎呀 我们要计划 要干嘛 明年要干什么 后年要干什么 你可以计划 要做什么买卖 圣经上怎么说呀 明天当如何 你都不知道 你计划了一切 如果不是在神的计划中 不是全程泡影了吗 那叫希望 你希望你明天怎样 你希望你后天怎样 我现在有精神 有体力 有健康 有才智 有钱 我希望我怎样 我告诉你啊 只要你讲出的希望 有一天全会成为泡影 每一个的希望 都会成泡影 为什么 就算你这个泡泡 飞得久一点 它最后还是泡影 因为它是希望 希望的英文字叫hope 那当然盼望 英文字也是hope 那不同在哪里 哎呀 我们中文字真有美妙的解释 哦 那我们基督徒 特别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这个字眼了 如果你要讲望 信望 爱的望 那得讲盼望 因为你是对神 对谁有期盼 不是对我自己有期盼 不是对我未来的计划有期盼 不是对我的妻子丈夫有期盼 不是对我们的 也不是对牧师有期盼 也不是对我的 所有的爱我的人有期盼 我是对谁有期盼 使人有盼望的神 大家说 使人有盼望的神 这是我们的信心目标 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什么 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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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的是什么 你信的是神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一直在讲主的名字 是我喜乐的全员 那你回家就好好查考圣经一下 把所有神的属性 神的名字给敲出来 每天脑袋里心里充满了 就对了 因为你心里有神 你又活在他的里面 你又天天在呼喊他的名字 有人叫你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很有意思 我们在开一个会 都是牧师们在 突然有个人叫师母 我们好几个人回头 我的名字叫师母 对不对 大家都回头说 叫哪一个师母 他突然叫何师母 结果我们都好几个牧师都姓何 突然回头 所以呢 所以当你要叫神的名字 神一定会 孩子我在这里 我们人呢 除非你没听见 你听见了 你又是一个善良的人 有人叫你 大概会 叫我什么事 你叫神 神一定会听见的 你不管怎么叫他 当你要叫他 你是无所不知的神 上帝就要把他属性中的 一部分你该知道的 那个遗传给你 知 他的无所不知 那你需要知道的知 跟知的恩高 就要临到你 当你呼唤他 无所不能 他就把他那个能 能力的能 在你呼唤他的时候 那个能力中 你最需要的点上 你最需要工作的力量上 给你 当你呼唤他 无所不在 好了 那你现在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 你相信主的名字 好奇妙啊 为什么他名字叫奇妙 因为他 他的奇妙使我们有盼望 他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看你信多少 看你知多少 看你跟随多少 看你呼唤多少 看你的口发出的言语是什么 你老在讲乌七妈糟 负面的言语 你为什么不能讲 当然你要讲证明的言语 怎么讲 环境都这样 你怎么讲 那你当然就把神的属性 神的完全 神的本体 讲出来就好了嘛 把赞美讲出来 不是赞美人 赞美神 讲出来 这叫做信 中文字又奇妙了 叫人言 对不对 一个人一个言 叫信 你信什么 信神的全知全能 全在 信神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你有盼望吗 我有 你有希望吗 如果你告诉我 我有希望 我告诉你 我没有希望 我简直把我的希望 希望都已经打消了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 有过一个时刻 我在这 然后呢 我就听到 我身边有几个 比我年长的家长 他们在谈论 当然那几个年龄 比我大一点 他们在谈论 他们的孩子 哎呀 今年要交学费 大学 哪个大学 哪个大学 那时候我家小孩子 非常小 所以我一听到这个话 我当时不太了解 就是 哪个大学 哪个大学 为什么 因为我在美国上大学 上硕士班的时候 我是免费的 是我姐姐 在San Jones大学 入学部主任兼副校长 她的一个名额 是给亲友的 所以我是免费 所以我根本不了解 在美国大学 上一个大学 要多少钱 可是后来我家小孩子呢 很小的时候 我听到别人说 哎呀 她的儿子 她的女儿 她说 哇 我听起来是一个大学 大概要两万多块 最基本的 每年 我当时我家小孩子 四个年龄都很相近 我一算 哇 如果他们同时读大学的时候 如果都要我出钱的话 我每年要准备八万块 从哪里来 如果我现在走传道的路 我当时我自己是一毛钱 薪水都没有的 我说 我要怎么走传道的路呢 我无法想象 我的未来是什么 如果我留在台湾 师大美术系做助教 连当时的系主任是女的 她都敢当着别人的面说 将来十五二十年之后 必名之 大概就是美术系系主任 或研究所所长了 所有的教授都会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我当时很风光 我是大学美术系第一名 师大美术系第一名毕业 然后在做助教的第一年 我得到全省美展第一名 所以突然两个第一名 而且很短期内 所以全部的学生 跟全部的老师 都看好这个人 长得高高大大 漂漂亮亮 那参加校内校外 在学生时代 不管任何的比赛 我都是不出发者一 一出发就拿第一名回来 如果是拿团体的比赛 比方说一个必报比赛 通常是主要的部分是我做 然后其他人帮我端茶倒水 给我拿工具的 都是我在做 那怎么样呢 那你说我很聪明吗 不是 我会很努力地 把一个东西给完成 神给我的属性是这样子 所以跟我在一起的人 都很风光 因为我们一个团体的合作 最后的结果 一定也都是拿 最高奖项回来 那我呢不是只有读书 我是前进赛跑 还有其他的 包括歌唱的比赛 等等 我也参加 除非我没有把握 我不去 我一去 一定拿第一名回来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就是我以前 但是呢 神已经完全改变我价值观了 总而言之 以前是以前 那以前 那我们现在讲 当我做传道之后 当我觉得神很好 我觉得神 我信主 从大直到信主很好 可是 现在要我走传道的路 其实我 不是很了解 这些传道人的生活 何牧师比较了解 他家里人比较了解 我家里人是不了解 可是呢 我想要走 可是呢 哎呦 怎么走啊 所以我也曾经苦恼过一阵子 怎么做 可是呢 当我听到这些 哎呀 希望我的孩子 读名校 读什么 读什么 学什么学什么 我告诉你 我把我的耳朵关起来了 我不要听这些 因为你没有希望 我没有希望 我梗 我梗的就没有希望 我不知道我未来是什么 一个未来 但是当我唱到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的盼望就来了 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每时刻 爱人度过 我不求明天的阳光 因明天我转阳暗 我不为将来而游离 因我知 祝所应许 今天我必与主动心 因他知 前面道路 许多事明天将领导 许多事难以明了 但我知 主张我明天 他必要 令我向前 今天给你们这一处经文 你知道我今天一路开车来 神的灵 在怎么样激动我的心吗 我已经有一首歌 大概四十年都没唱了 是我初信主的时候听到的 我当时听到 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可是我自己呢 还没有参与侍奉 可是我看到这些哥哥姐姐们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欣赏他们的甘甜 这首歌叫做 越侍奉越甘甜 我把副歌唱一唱就行了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时封他 越久越甘甜 我感到侍奉他 越久越甘甜 请问这是属于希望还是盼望 那如果永远只是盼望 吃也吃不到 碰也碰不到 那就叫做永远的盼望 到了天堂才实现 请问侍奉是现在还是在天堂 现在加天堂 对不对 现在加永远 将来在永世的国度里 神要叫你管几座城的 要给你管几个星球的 所以侍奉 越侍奉越甘甜 有一些的应识 是到天堂才有的 没有悲哀哭好眼泪 现在是一定有 将来呢就真的没有被哀哭好眼泪 那种的盼望是到天堂 可是侍奉的盼望 是一定是从今时到永远 既然神使我们有盼望 那意思就说 我今天的盼望 我明天就要实现 我前一刻的盼望 我这一秒钟就要实现 对不对 这叫盼望 你如果有这个盼望 你前一秒钟有这个盼望 你下一秒钟就要实现 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他从来不叫我们的盼望 落空 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我在前一秒钟 前一分钟 相信我的下一分钟 神的盼望 我的盼望 使我有盼望的神 的盼望 就要使我 侍奉 越 侍奉 越甘甜 我原来没有的甘甜 前一秒钟 我下一秒钟就要成为甘甜 那我这一秒钟的甘甜用完了 我在下一个时刻 就要甘甜 对不对啊 按逻辑推理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信 神使我 越侍奉 越甘甜 而且要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的心 你的心 为什么 因为神的应许是说 你们的心 大家说我们的心 不是只有给何师母一个人哦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醒悟 不是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盼望这回事 越侍奉 越甘甜 这回事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听到这首诗歌 是我初信主的时候 我还没有开始参与 教会任何侍奉 因为我是一个牧道友 我刚刚才受洗 所以我看到的哥哥姐姐们 我这次去台湾 竟然在我们当年的那个十大团契 辅导过我 跟我传福音的姐姐哥哥们 他们现在有一个小群组 在LINE里面 他们一听到 明知 他们都叫我明知 好兴奋的 所以有好几个哥姐 当时都是很爱我的 突然好像 这个 寻回了家人一样的 很兴奋 可是因为我的时间太有限 我当时 跟他们LINE通上话的时候 我在高雄 等到我到了台北 礼拜五的晚上 第二天又去了 福隆 他们这个 东北祷告教的 祷告山 跟他们连见面 机会都没有 不过现在 已经 找回了家人 就是我 然后我们在 LINE群里面 恢复我们当年 在大学时代 同一个团器里面的 那一份甘甜 越侍奉 越甘甜 为什么神 在 现在苏醒 我的心 再次 把我曾经 听到的诗歌 又在四十年前了 在我的心中 唤起 因为 我看到这些 哥哥姐姐们的 有一样东西 在他们身上 又一样 我什么都不缺乏 我需要钱的时候 我爸妈会给我零用钱 我需要爱的时候 他们会爱我 我需要功课辅导的时候 老师都会 特别 爱我 教我 因为我是一个老师 特别喜欢的学生 很听话 老师也特别愿意培养我 出去比赛 在校内校外 所以 我是一个 非常幸福的小孩 可是我 看到这些 哥哥姐姐们 我说不上来 他们长相 可能没我漂亮 个子可能没我高 他们的功课 可能也不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名 可是 他们身上 有一样 是我没有的 我当时真的说不出来 他们为什么在唱 越师父越甘甜 真让我感觉到甘甜 他们唱歌 就让我感觉到甘甜 所以我就说不上来 是 他们有 我没有 那是什么 你知道我为了 在我不明白的情况之下 跟神问那是什么 最后我得到了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叫做生命 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怎么会没有生命 我是活得好 我可以呼吸 我可以蹦 可以跳 可以唱歌 我也什么都好好的 我说 他的生命 我没有 什么生命呢 现在我有了标准答案 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当时从小到大 是父母亲爱我 师长爱我 我自己也懂得听话 做一个乖孩子 好孩子 从世人眼中看来 这个孩子真的很乖 真的 也没有什么 要去打他骂他的地方 就像耶稣小时候 在十二岁的时候 耶稣在圣殿当中 跟律法师 教法师 在那边对话 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神和人喜爱 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当时的律法师 教法师 宗教领袖 没有 打耶稣 骂耶稣 没有 都会说 嗯 这个孩子 挺乖的 别的孩子在外面玩 他会在圣殿中 来读圣经 读律法书 所以当时 在孩子小的时候 没有人 去鞭打耶稣 苦害耶稣 没有 什么时候 耶稣 才会遭鞭打 遭苦害 遭这些人的污蔑呢 那是在耶稣 他三十岁 出来传道 走遍各城各乡 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各样的病症 耶稣看到这些人 如羊 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怜悯他们 耶稣爱他们 耶稣要使他们 失望的心 有盼望 使他们忧愁的心 变喜乐 使他们疾病的身体 使瞎眼看见 使瘸腿勤走 使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 使寡妇没有力气 往前走的 可以得着人生的盼望 盼望在神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亲自 去造访每一个人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盼望 都实现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他做了这么多的事 就遭到当时的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的 嫉妒 宗教领袖说 全部的百姓都去听耶稣说话了 我的地位跑哪里去 政治领袖说 耶稣来到我们这个城镇 如果他上言 讲的是劝人为善 而下言呢 如果来个叛国怎么办 所以当时的政治领袖 宗教领袖都很害怕耶稣 所以是无中生有的 给耶稣来刁难 来定罪 这就是耶稣 那你看 耶稣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那所有侍奉神的人 没别的门路 只有靠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有耶稣基督的自己 有耶稣基督的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总而言之 这个礼拜 神要让我们更多更多的来思想 亲 神要使我们清清白白的 不会故意去得罪神的 也不会 你的头脑一定要清楚 与主的宝座 与神的名字连结 你一定是清白的 你不会去胡思乱想的 你不会把你自己脑袋 搞得乌烟瘴气的 你是清清白白 简单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也不太简单 因为神是万有的神 无限的神 所以你与宝座 与神的名字一连结 你的头脑 你的心思变成了无限的 而且是无限光明 无限圣洁 那地上的事呢 也重要 也不重要 可是你的灵里面呢 一定是清清白白的 因为神在神 是毫无瑕疵 在神是圣洁 我们的肉体 在地上 可能会沾染污秽 可是至少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灵 可以是完全 圣洁 清亮的 对吧 所以当你清白 清明 清亮 你就清省了 两个清字不一样 第一个清是清洁的清 第二个清是 轻松的清 清省 但一直清省 付出的容易 我们看一出经文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第七节 我不记得 要看一下 第十一章 讲到 耶稣说 凡来到我面前的 就是 主要使我们 担子清省 付主的恶容易 你看一下 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道主 凡老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面前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要付主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 就可以得享 安息 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 头脑 心思 是清白的 不会被这个地上 胡搅蛮缠 劳苦愁烦 我们一定有 劳苦愁烦的 人活在地上 一定有劳苦愁烦的 如何的 来培养自己 对神有盼望 如何培养自己 领受 使人有盼望的神 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我的心 如何的 来锻炼自己 能够经历到 神 使我们不但有盼望 而且使我们 借着圣灵能力 大有能力 所以你可以 每一分钟 每一秒钟 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去听 别人吓唬你的话 别人家有 别人家的事 你先让你的生命中 充满了盼望 充满了能力 是最重要的 马太福音十一章 你看一下 他就诗 最后末了 就讲到 凡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 主耶稣 主耶稣亲自说的 可以到主面前来 我就使你们 得安息 所以耶稣知道 你有劳苦 愁烦重担 耶稣知道 每一个人 人生历程 生老病死 一定有劳苦 重担 所以你怎么样可以 胜过 或担起 这些劳苦重担呢 有一个秘诀 就是 你天天 你的心思意念 清清白白的 清白 不要 让劳苦重担 你要做事 先做事 就是 按着次序去做 有掌握时间 去做就好了 可是你的心思意念呢 是清白的 不要让这个 劳苦重担 但痛苦 挟着你的心 就是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好像没事一样的 也但是有事 所以 清白 你就清省了 不要让这些事情 纠结你 不要让那言语 地上言语 纠结你 只要让神 神是最荣耀的 最圣洁的 最没有瑕疵的 来充满你 叫做清白嘛 在神就是 哇 你没有你自己 刚刚同工的祷告 说哎呀 无我 就是这样咯 可是无我 有些人 如果没有神的话 他又无我也麻烦了 邪灵就进来了 可是我们是因为 在思想神 神的清白 因为耶稣 他没有罪 可是人要把他 定十字架 那如果你是清白的 就表示你也没有罪 你的罪都已经得到 赦免捷径了 那清白 你就清省 清省 接下来 你的侍奉 就会喜乐 侍奉包括在教会里 包括在家庭里 包括在工作职场上 你就会越侍奉 越甘甜 为什么讲越侍奉 表示过去我们不太明白 所以偶尔会被过犯所剩 偶尔会被劳苦重担 所挟制 所以不算犯罪 劳苦重担不算犯罪 但是上帝连这个都不要你去担 上帝要你头脑清清白白 最后让你在家庭的侍奉 有喜乐 让你在工作职场侍奉 有喜乐 让你在教会侍奉 更有喜乐 所以喜乐满意 所以下面一书经文也打 二十九节也亮出来 感谢主 使我们得安息 所以主的恶是容易的 我心里柔和谦卑 主耶稣说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得利在乎平坚安稳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所以我们就会活出 前一秒钟的盼望 下一秒钟成就 侍奉了喜乐 甘甜 在每一天 每一个脚步 那你在休息 睡眠的时候 你现在需要休息 需要睡眠了 那么是在 侍奉你自己 让你自己好好 身体得到保养 不可以一直工作 一直工作的 所以也是侍奉 我们是在一个侍奉的心态 侍奉 不是一直做一直做 我们安息在神面前 在至圣所来亲近神 也是侍奉 你现在需要安歇 可是睡不着觉 东想西想 南想北想 然后呢 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 那不叫侍奉 那个叫自己自找苦吃 是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头脑清清白白 你该休息是侍奉你自己 是靠主侍奉 来服侍你这个人 当你醒来的时候 你需要给儿女做早餐 你在靠主的恩典 侍奉儿女 当你走出大门 需要去工作的时候 你是靠主的 对主的盼望 然后下一秒钟 你就活出侍奉的甘甜 能够让你的员工 让你的公司 让你的店里面 有神的智慧来充满 来经营管理 当你来到教会中 那么教会有很多 要怎么样带领新来的弟兄姐妹 教他们怎么读圣经 教他们怎么祷告 教他们聚会的时候 怎么样养成一个不迟到 而且专心真心的好习惯 教他们怎么样 能够完成神的托付计划 就是一个现有的教会会堂 如果已经够用了 如果还要在建堂 有可能是增加更多的教室 也有可能是再来一个据点 总而言之 神的国度不可以原地踏步 神的国度一定要拓展 如果你这样一个心思意念 是与神对接 与神相合的 神就一路地助你一臂之力 所以其他的事就没有什么了 神的国度非常简单 就是读圣经 祷告聚会 以及拓展神的国 抢救灵魂 神的国度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高原大致 所以将讲到读圣经 那你不要说 我祷告祷告看看 上帝要让我读圣经 我才读 那是胡说 如果你说 我做礼拜 我曾经有过很属灵的同工 我说 怎么你上礼拜不来呀 你应该要做榜样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 我祷告看看 今天神让我去做礼拜 我才去 这叫胡说八道 他不然就选择 他家旁边那个教会 不然就是 已经是我们的同工 就应该来到这里来聚会 所以我说 这样的同工 满嘴的属灵化 可是呢 我心里 我开始忧伤了 如果这样同工 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 会不会 带出的人 上梁正下梁 就正上梁歪 下梁就歪呢 不过我也不忧虑 我就把这样的事 交托给神 神啊 你来带领这个教会 读圣经 祷告 聚会 拓展 建造神的教会 传福音 所以这一切 是大前提 所以神使我在 读圣经 祷告 聚会 建造 拓展教会 跟传福音 抢救灵魂 神使我有盼望 那神使我们 每一个人 有机会 得奖赏 有机会参与 事实上 我们通通不做 神还是满足的 我们来做 是神给我们机会 那如果我们 不像样 可是还来做 神就会给我们教导 神就会透过 神的仆人 神启示话语 所以 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得到 心灵的满足 什么时候 我们才会 盼望实现 侍奉甘甜 告诉大家 拿牧师来说 牧师因为太了解 圣经了 他眼睛有一个透视力 看到每件事情 他都希望 最好的 献于主 所以他一定会看到 缺失的地方 所以 如果牧师是 用人的眼光 看缺失 他就会很痛苦 叫先天下之忧而忧 以人的角度 他就会 可能睡不着觉 就像大卫王 他本来是 以人的角度 我住在王宫 可是神的殿 荒凉 所以大卫王 也睡不着觉 大卫王想 我曾经 偷人家的妻子 我曾经 杀人家的丈夫 上帝还用我吗 所以大卫王 为此也睡不着觉 他很忧心 可是 大卫王却做了一件 对的事 因为他忧心